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朝野各说各话 台电19日一纸公告 再度印发缺电质疑 台电公文上头写到 原定5月实施的计划性减少用电措施 弹性夜减刑 要提前到自3月起实施 3月1号到10月31号下午6点开始 抑制用电2到4小时 通知公文被传开 台电遭质疑隐瞒缺电 工总更认为限电提早到3月实施 根本没道理 它现在等于是提前因应 因为原本是比较晚一点的时间 现在把它提前挪到这个时间来实施 那也都是要为了这个因应 可能这个太阳能发电 出现了一个缺口的这个状况 专家分析入夜因为没了太阳光电 国内夜间供电缺口变大 台电此举是提前补动 因应景气攀升 未来科技实化钢铁造纸业的庞大用点需求 昨天那个公告是针对高压大用户 不是一般民众 而且是希望高压大用户有一个选择 在夜间的尖峰供电时段 它可以挪移它的生产时段到非尖峰时段 全世界的电力公司都是在这样做 那如果你有缺电的时间 时间比较长的时候 可能会对他们的营运造成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像之前的张忠谋董事长就曾经说过 台积电是一分一秒都不能够停电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你还是需要用电话 那你可能就自己再去想办法 包括自己发电 或者说买一些除电设备 不过担心缺电的不止台湾的企业 根据美国商会公布的2022年台湾商业景气调查 有61%会员期待能源政策优先 高达77.9% 最关心供电稳定 另外电力供应是否充足 关注度也较去年调查高出15%个百分点 如果真的发生缺电恐怕影响外资投资意愿 包括说像美国的美光公司做低人的公司 他要到我们的后里去设一座厂 那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之巨大 包括说像这个Google来台湾设了非常多的资料中心 这也是用电量都很大 你会不会因为有缺电的情形 导致我们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呢 出现到一些权益损害的这个情形 核四公投失败后 台湾确定奏向非核家园 不过近年高科技投资扩大 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 如何补足电力缺口 恐怕是未来最棘手的难题 欢迎新闻林文宇 另外一位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